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彈九塔,我是Noran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4點43分 我們就來錄製第三部副盤影片 那就是如果想看關於大盤分析的話 就看第一部吧 看第一部,是個封面比較不一樣的那一部 我們就直接來講 這部影片有13檔 那有些也問一些問題啦 不過我忘了 好,我忘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吧 反正主要我就講我想講的 這樣子 然後大家自己去判斷吧 我們就來看一下元雄 這檔你看喔 我非常記得啦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 在IG上面 忘記在什麼時候 大致上是在這一天吧 這一天 10月19號 10月19號 如果說你想知道的話 可以再回來跟我討 這個IG的限動 在10月19號的時候有發 一個文 然後說 看多還看空 那大家可以看到 台股是不是連續上漲嗎 但是他是下跌 因為他 基本上就是 走了 這個 這個高點是62.69 他過去壓制了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然後底部是撐了一次兩次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很常會發生的 這是什麼 上飄起 而且他很常會發生在 算是在支撐 然後他看起來跌破 然後又拉回來 很像在做一個破底翻的感覺 所以說這是 我很常 有時候會不太敢做破底翻的感覺 是這樣 因為他一個人拉回來之後 是做一個上飄起 插給大家看喔 上飄起 形態 他是在走一個 呃 這邊好像沒有看到 呃 呃 還真的沒有 Google查看看 就是這樣子啦 上飄起 形態 這個 呃 他叫下降 提醒 你看到這個 A到B嘛 然後 C到D 反正就是這個 這個形態啦 不點了 不點了 這是 講這樣子 看這樣也可以 疊下來 拉一拉之後 再疊 潛在目標價格 所以說 這邊獅子也能夠去算 潛在目標價格 行啦 能算啦 大致上算一下 從這地方疊 呃 所以說他會疊到這個地方嗎 40幾塊 那40幾塊可能剛好跟 也有符合到他之前的這個撐壓 其實他這個阻力搞不好算得還蠻準 你看這個地方 這地方或許會撐拉 所以說你要做多的話 應該考慮 48這邊的考慮吧 48在考慮 那 他這個應該是 大概率會延遇下跌 但是講大概率呢 他還是會有一些 不確定的因素存在 就是可能現在大盤又好轉啊 然後 或是說現在 航運在拉 他應該算航運嗎 還是算劍組 他算劍組 不是那個 遠雄港 他是遠雄 劍組 然後可能那個 銀劍在拉 之類的 他都有可能再被拉上去 不過他這裡 又看起來又蠻像在拉一個 三嫖旗 所以說如果說你這種波動呢 是那種 一疊一大段 然後慢慢的慢慢 魂不去拉的 你自己都要小心 這個是所謂的守住五日均線 但是 突然有一天暴跌的話 可能直接跌破 十日和跌破 越均線 之類的 他可能就會這樣 直接跌破 所以如果說看目標 滿足點拉站都要48塊 48塊就做考慮吧 那我們看他創尾吧 我們直接用這邊看吧 因為剛好那檔之前就畫好 所以才用那邊看 他創尾部分 我們這邊看 出來出來 好看一下吧 就是他現在下端曲線 還沒做過測試 下端曲線還沒經過測試 所以第三次在這個地方 我畫好了 然後呢 他目前 他還是越過的藍色線 藍色這兩條下端曲線是他在 一個 下降格局裡面 自己又在 弄出來的一個下降通道 那在他大致上 我是抓 11月4號 我們把這條三條 11月4號這一根呢 就是 收上去 然後這一根來測嘛 11月7號 三禮拜一來測試 他低點來測 後面就往上漲 後面往上漲的 漲到哪邊 也是漲到這裡嘛 有壓力嘛 所以說 你在壓力的地方 硬要去做單 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不理智的行為 就好像 因為呢在壓力這個位置呢 我們就會看他是大壓 還是 小壓 那基本上他從底部反彈 來看的話 我覺得是大壓啦 那再上來一層 當然是這個地方 不過這個地方是沒有經過測試的 所以 可能他會失真 那 會失真的話 代表說 我這個壓力我就看比較重一點 然後突破呢 欸 再回測 或許 就 有機會去做一波彈 但是他還未突破 所以這個地方就先看空 先看空 那我在上一部跟上那一部影片就有講 你在壓力的地方呢 去做 做你不該做的事情 在壓力的地方去做多呢 這種行為呢 就比較像是說 你去騎車 跟這個 開車 然後 呃 大家都知道 在路上其實是危險的 那大家知道 那個概率大概多少 就是說 被車撞 大概10次 可能也不會說有一次被撞吧 他可能搞不好出門個100次 也未必有一次 所以說機率是非常低 但是呢 你在這個壓力去做多這件事情呢 就是把 好像你每一次出門 每一次出門都有機會被撞 一樣 因為覺得 這一次不一樣 壓力呢 明明壓得10次的 然後你硬要在這個地方去做多 而不是等下一個突破 收盤嘛 你要嘛收盤去進嘛 可以跟跌破 你比較阿沙利一點 你也是做了一個 功德圓滿 你也做了一件 這個 你應該做的事情 那你在這個壓力 還壓得這麼漂亮的時候去空 就是非常錯誤的行為 所以說 就還是再次提醒了 就是這樣 當然他後面有可能突破阿 只是說 如果說 你現在 把所有的商品都切出來 然後你全部都買在壓力 那你勝率到底多高 我相信是不高的啦 我相信是不高的啦 大家是沒有看 我一天都看340檔 我就是 以副盤來講看那麼多檔 那 大家相信自己 還是相信我講的 我也沒在害你啦 我也說這個地方 先得他越過去再買啦 我也沒在害你啦 所以你相信誰 你要相信自己就相信自己 我是沒什麼意見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 威聖 他的這個70元已經有點 不是70元的感覺 之前70元這個地方我去做 我在這個地方我去做多 然後後面他進入這個儲置的時候 我想說我就先把他賣掉 因為 誰也沒想到他後面拉上去啊 這邊上去我是都沒有在做單 我是有在70 因為這個70我從這個地方就開始講 我從他50級這個地方就開始講說 這個70元是 就是這個 這個壓力 然後這邊撐壓去互換的時候 這邊也是 拉了一根兩根三根 下一線讓你去上升 然後我拉上去一點我就賣掉了 對 那所以說這個70我會蠻看好他 但是他現在好像 沒有一個實質的一個 撐盤的感覺 所以 我已經不 我不建議在這個70 這個附近去做競爭了 我比較 期待的位置應該是他跌下來的這個地方 然後去看他有沒有 支撐 再去考慮啦 對 雖然說畢竟他是越過下降趨勢線的 但這個區域這一塊目前呢 70元不撐的話 我說實在的 我不太了解他應該會撐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畫一個 比較 強勢的上升趨勢線 看有沒有一個 位置 如果說畫一條 較強勢的上升趨勢線的話呢 你把它當作五次軍線也可以啦 這不過五次軍線應該跌破 你可以這樣去操作啦 可以這樣操作 那我們看一下有沒有爆大量 這一根爆大量 這一根 11月4號爆大量 禮拜五沒有 11月4號爆大量 但是說 這一根會不會就是已經出貨掉了 所以 如果說以價格 和他的多空的一些力道來說的話 我會比較期待的是他 就像我畫的 拉上去一點 再回測這條上升趨勢線 我會比較有興趣啦 不過 整體來說 我是沒啥興趣 我是沒啥興趣 因為他 我會看的線應該會看向 低一點 那 或是說就不做經常 理論上應該是不會做經常 因為我覺得那個線已經開始跑掉 70元這個地方 然後把這個線關掉感受 我也 好像也看不出一個什麼段呢 等等 這個地方好像可以畫 把這個刪掉吧 我們都 也用眼睛和腦袋記好 他是已經越過去了 這個地方 好像也沒有 如果他是走這樣的話 那 基本上不要去做單了 這也是很像 下跌過後的上標期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啦 所以 因為他 有一點奇怪是說他在70元這邊 沒有回撤成功 然後跌破又拉回去 所以有點危險了 那目前看的方法 他應該是會在這邊正最後下跌 目前應該這樣看 但是 可能 我也講不準 那你就自己 遵照自己的想法就好了 因為他也不是說 像左側上來這邊這麼強勢 他是下跌過後 這邊滿滿的 套牢的壓力 所以我才會這樣說 6129 大家真的很愛普城 普城到底是搞什麼的 大家怎麼這麼特別特別的愛 好啦 普城 我記得之前講過一次 然後在最後一檔 後面我對他 整個好像有改 改我對他的這個圖 對 那 目前的看法就是他是支撐在前面 這個點 但是呢 整體 整體看起來 理論上應該還是在走一個 三角收斂嗎 如果說啦 他 目前來看的話 我會比較 青睞一點的位置 應該還是 好 看不懂 因為呢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看不懂 因為他這條線 跟這條線 我沒有測試過第三次 所以他不能成立 唯一條 有效升降曲線 而且他 中間的線組呢 有點亂 有點亂 那他現在能夠比較明顯的 看到說 有可能會成主 就是他 在他這個地方 27的位置 27的位置 但是 這個27下來 會不會就 又不守 又下去 也是有可能 所以說 整體如果看一個大支撐 我寧願不看27 我寧願去看 像他的24 24是這兩個地方 我寧願看24 所以說 接多方呢 我可能就24 那壓力的部分 我會等待 看看他這個下降曲線 藍色這條 有沒有去PO 那基本上中間價格 不會去做 不會去做 因為他的 線圖蠻亂的 沒辦法這樣做操作 沒辦法這樣做分析 我啦 我沒辦法啦 那可能 其他人可以 就是去 拜託其他人幫你分析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更新喔 我們來重劃一下 大支撐很明確嘛 大支撐在這裡 然後之前要穿線穿下來 然後之前 講的那一次 我就說如果說他 穿線多過了3%5% 我應該是做停損 所以 並不是說每一次 所謂的破底翻 你都能夠去 抓住他 然後不會去死掉 目前看起來的 這個線圖呢 我應該要看這樣子啦 我應該要看這樣子 我們之前畫就畫這裡 之前畫這樣子喔 其實好像也是可以啦 這樣畫 這樣畫比較完美一點 這樣子 他這邊上來喔 這個地方看起來有壓力嘛 然後他壓了 兩根 之後 這地方 又再次跌破 所以他這個位置 很像我們剛剛第一檔講的那個 原雄一樣 他是在一個支撐的位置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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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那代表說他可能 他的支撐是不太看的 所以他整體的一個 規劃的一個想法 應該是有機會這邊做一個三標棋 我覺得這個三標棋 就是一樣嘛 也就是在下跌後做一個三標棋 因為他中間你看 呃 算了 沒有那個範例 反正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他 他可能搞不好覺得這邊 還是持續走啦 那他如果說 跌破了 跌破了這個 黃色的地方應該不熟 所以基本上 這一檔 不會想要做多 不會想要做多 那 做空的話可能要看 看你自己的實力啦 不會想要做多 不會pass掉 我們看一下這個台漢 這裡是什麼奇怪的圖啊 蠻奇怪的 他原來這邊應該是做一個三角收斂啦 然後最後跌破嘛 跌破在這一根又拉起來 然後往上走 今天是看起來有點算是被出貨了吧 看他是不是爆大量 嗯今天爆大量 然後 籌碼應該還沒出來 籌碼應該沒出來 不用看 反正我也看不懂籌碼 好 反正這個地方呢 這恩字 這裡 突破這一層 來到了 這一層 來到這一層 然後被往下壓 那之後呢 要怎麼看 之後怎麼看 看一下 他應該會這樣走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走 所以說這個位置跟這個位置 就是自己關注看看吧 然後 他的成交量呢 這一根突破 大家去想一下喔 11月10號 的 阻力 進場了 假設他進好了2000張 然後呢 今天 有人賣出了4000張 那4000張是怎麼辦到的 他突破跟他出貨的這個量 量體是沒有成立 那代表說 阻力可能很早就在底下嘛 那他這邊底下呢 剛才我選一天 10月18號 一天成交89張 他你覺得阻力 他今天是不是已經把貨 倒給了 散戶呢 我覺得這次應該是可以肯定的事實啦 可以肯定的事實 所以 基本上釣到這個地方 我應該也是不會有興趣啦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嘗嘗看 他說到底成不成得住 我一樣不曉得 到底成不成得住 就是說 如果說你再加一點點的一個 一個 今天是被出貨了 這樣子來判斷的話 就是說他已經先上去 再下來 那他可能就上去一半 再下來 這樣子 可能就這樣子下來 他可能就沒辦法再一次 欸 因為 很快的阿薩利的到達下一個壓力嘛 這是我們看的下一個壓力嘛 所以他可能就沒有辦法 可能就沒辦法 大家自己參考吧 我們要這個藥華藥喔 恩 藥華藥這一檔啦 我覺得比較簡單一點的方式是 恩 直接去 等待啦 等待哪邊 等待這一條 不然就這個這一條 我覺得最好最好等待這個三針趨勢線啦 最好最好 因為畢竟其實也沒差多遠 大家現在485嘛 那如果說你是腦衝進場的 那個就 不在話下 這個不用理我 如果說 他目前看起來啦 我覺得 恩 當然啦 你說這個地方會不會有支撐 也有啦 但是你坐進場之後 你要在哪邊賣掉 那你跑得掉嗎 你能夠 買進之後 然後 在這個地方做這樣子的 假設這樣做 一個區間的盤整 那你跑得掉嗎 如果說你這邊中心場 那你到這邊賣掉 拉到一半賣掉 我覺得是OK的啦 但是 這個%數來說 我覺得是 範圍太小 那我們何不等待一個 更大的一個價格 就是黃色這條線 那你說這條有沒有撐 我認為他還是有撐啦 就是這條平行線 大概445 43左右 我還是覺得有撐啦 但是他這邊有曾經跌破過一次 所以 最最最 保險的做法 還是拿黃色這條線 然後之前這邊做一個三角收斂嘛 然後去抓他的那個 滿足點 就是從這邊開始抓 也是差不多啦 但沒辦法到非常完美 425 還是下來了 所以說 我覺得等待這個黃色線 再去看 應該是這樣 然後下單確限的部分 會延伸到這裡 所以變成說 只要呢 這條線 不突破 他是沒有一個 非常有效上漲的動力 當然有可能從底部 然後再上來 要漲到10% 那是有可能 但是 以後他價格跌的夠低 那主力願意拉 所以說他目前是被壓在這個底下 那最好的方式當然就是 呃 現在啦 離他要有點遠 所以說 這個地方可能 還有機會再拉上去 那如果說他已經拉到這個末端的話 就不要去做單了 因為他可能就沒有多少 獲利了 因為他就會反向下跌 我們看一下這個 奇邦 我的那個進場 開始在賠錢 看一下 奇邦 奇邦 來看一下 之前有畫刪生趨勢喔 那 多點連接碰住喔 好像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沒什麼用 刪了吧 沒用就刪了 然後這裡做一個WD 然後 這個地方是 突破 然後測試 成功 上去一層 又上去一層 那現在來這個大壓力 現在來這個大壓力 對所以說 這個地方如果說真的能夠有效突破的話 這邊或許上去的力道 比較能夠一覽無遺啦 那他可能會到達這個點 這個點 63 63 63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曾經也是下降去之前的 但是這邊我也是不敢做單啦 因為這裡到這裡 你也是蠻堵的 堵他一定會上去 也是蠻堵的 那現在這一層就 就沒有這個大壓力 就沒有大壓力 代表說 比較 有機會上漲 但是要等到他突破 這邊目前還是 鎖在這個壓力底下 這邊就不做做解釋喔 就是 展開越過去再說吧 不然 展太多 也沒什麼用 好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中華喔 這個圖是怎樣 這是做什麼的 中華豆腐喔 喔 玉龍集團的 中華 好 我記住了 下次可能會忘記 恩 看一條線 這樣子 然後 他這裡是跳空 對 跳空開高 直接鎖一致 然後鎖上去 這個阻力也是很兇 這邊應該有條這樣的線 就是 從這邊劃過來 所以說他在這個地方 就是會形成一個 一個撐嘛 然後一個壓 我剛好是介於中間這條線 所以他現在看起來 好像在低檔盤整的超久 從球鎖底下慢慢地往上爬 好可能塔.. 可能這邊 是有�akis 吸到一些籌碼 然後往上爬 看起來像是一個上標形 往上爬 所以 我是覺得 含 除非他跌破 你馬上走了 不然 他這個拉到末端 如果說沒有一個 一個有效的突破 然後他拉到末端是一個看疊的形態 所以拉到末端你沒有去走 那當然這個下降確限就是 可以來預測說他到底會拉到什麼時候 像這個拉到最末端是到1月2號 我覺得應該不太可能啦 他...他現在的走勢 或許真的有機會突破 可能到達這個地方 甚至過前高 甚至過這一根 然後去往下壓 我看法是這樣 所以... 你自己常管看法 就是... 這種... 蠻危險的啦 還蠻危險的 他應該是不會... 嗯... 我是不知道他會不會像獄龍一樣往上長啦 不過看起來是... 呃... 線圖來說就長得不太一樣了 好看一下金燦店喔 金燦店就是... 目前守住... 給大家看喔 守住底下這一條三層曲線呢 基本上 就是在這邊去做現場就好 那天音又再下來 砰砰砰 下來 再去抓 這樣子 不然的話 我覺得中間這邊都不要去做考慮 中間都不要做...不要做考慮 對... 那我們... 這個地方把它貼回去就好 現在是線歪了 大致上站著啦 他的三層曲線呢 抵到了我們硬連接 硬連接的話是 1...2...3...4...5 5根囉 5根做測試 那... 第六次來的時候 你又要想著 這次不一樣嗎 他可能到這裡又會回來了 我不曉得 但是... 這阻力蠻積極的感覺 就是... 都有機會拉到那個地方 那他中間一些過程我就不看了 中間一些抓的... 嗯... 之前被洗來洗去啦 我大致上就不看了 所以你要玩他的話 是要在他疊的時候 然後去... 在那個三層曲線 勇敢做進場 三浮化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畫得很亂喔 之前說他有可能在這邊做一個 呃... 算是... 上飄起 因為是他的主壓力嘛 這邊也之前有撐住大概120左右 然後... 做到一半就直接下跌 可能那時候盤子太差了 10月初... 10月中 然後那時候盤子太差 直接下跌 那下跌過後呢 在我們的... 11月9號 上禮拜的時候呢 他越過去了他的下增曲線 下增曲線越過去 所以說他好像有... 好像有點上漲的動力啦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這樣子 大致上應該是這樣看的 這個真的是好... 那個... 死馬當火馬儀啊 把他救火啦 底部打一個WD啦 所以說... 欸... 你... 目前需要做防守的位置 今天算是第一根突破 昨天這個還不算突破 今天算第一根突破 看有沒有帶量 有嗎 有帶量嘛 今天算是第一根突破 所以說他有在彎下來 大概118左右 這地方去做... 做... 反正這邊做買進 這邊做買進 都可以 那怕買不到就是先買 然後後面再做加碼 然後跌破這邊 跌破這邊要做出場 他是一個頸線 他是一個頸線 大概是這樣 他應該是有機會上去 那... 我們這邊... 粗略的幫大家抓一下 他的滿足點 簡單粗 粗略的抓就好 好 看一下第一滿足 差不多啦 就是... 應該是說 這個地方缺口 這個位置就自己小心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 如果說 你拉上來呢 沒有一個明顯 然後我們現在拉一個滿足點 又看不太出來的話 就還是保持原來的原則啦 就是... 可能說 ㄟ... 當天一根出貨的爆大量 然後先閃 或是說有拉出了10%的時候先閃 那目前應該是有機會打底再往上走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有機會往上走 所以... 就是... 好好的守住... 120吧 目前看法是這樣 如果守住的話 可能這個機會往上走 我們看一下安吉 安吉... 這個... 真的是... 呃... 之前我們算是守的 滿漂亮的 這個會員個股啦 就是那時候抓 然後後面是沒有理他啦 後面是沒有理他 然後今天就... ㄟ... 往上漲啦 那... 基本上... 呃... 之前講了超多次復盤吧 大概5、6次復盤 都有講 所以這個地方我還是先看支撐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跟... 呃... 跟原金的看法 我有點忘記原金今天的走勢 待會再看 反正他現在的格局就是 他的一個壓力 大致算是抓在... 差不多快到達啦 就是這個48多 那... 這個地方如果說有一個有效突破 可以考慮看看啦 考慮看看回彩的 所以去做監察 這邊啦 當然我沒辦法很確認 因為... 你看到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也有這個... 疊破嘛 然後才拉回去 所以說自己考慮吧 最好最好 當然是底部 去做監察嘛 對不對 我們就不看... 不看原金了 這個要拉到... 好...看一下金寶 金寶用最後一檔 大家可以解脫了 我也可以解脫了 看一下喔 今天好像有人說他什麼 撐在上升趨勢線 然後又撐在平行線 可不可以考慮做監察 喔...講完了 好...大致上這樣子 對...都會忘記別人講什麼 看看吧 之前上升趨勢線喔 這邊守得很漂亮 然後... 在這個地方好像自己做了一段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說我拉過去 好像... 有... 撐... 喔...有就沒撐 因為主要啦... 這地方... 太過於... 雜亂 穿來穿去的 但是這邊卻守得很漂亮 你看他 1...2...3...4...5... 之前在這個地方 也有去考慮過 但是他沒有撐住 就...砰... 就往下跌 就是... 蠻衰的 蠻衰的 那對... 目前是守在上升趨勢線啦 然後... 看一下喔 這個... 這邊是一個大... 上飄旗 這到底要幹嘛 這阻力到底要幹嘛 呃... 目前喔 如果說啦 他的這個... 我們抓的 黃色這條線呢 呃... 這個壓力線是失準的話 那... 非常有機會 我建議直接去... 呃... 等待的價格 應該是要... 可能要低一點啦 但是... 嗯... 因為撐在三升趨勢線嘛 那或許有機會拉到這裡 但是這只是到這裡而已喔 但到這裡的趴數是不錯 那如果說哪一天 大暴跌 下去 你就要去思考 他完成了 上飄旗 又要找錯給大家看 上飄旗是怎樣 下來 拉一拉 下來 下降上飄旗 對 下降上飄旗 超大的上飄旗 從... 7月走到現在的上飄旗 阿如果說他跌破了 我覺得他現在蠻有機會在做這樣 因為... 他黃色的線感覺不是說 一踩住就有機會上去 沒有那一回事 喔沒有 看起來沒有 當然也有可能抓不準 不過我覺得我抓這個位置應該是蠻準 我這邊的畫格子給你看 上來是壓力 下來是支撐 支撐 跌破 拉上去 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吧 這些點 這些點 自己去看看吧 所以說 我就在想說他有可能完成上飄旗 那這個洛索燈完成上飄旗 代表說 他一跌破的那一剎那呢 應該就會贏了一波大暴跌 所以你要在這個上升趨勢線的位置去做 支撐買進的人 給你一個中顧啦 就是 可能要邊漲邊賣啦 邊漲邊賣 但 他會不會最後正式突破 也有可能 但你就是要去賭 這次不一樣 這次不一樣 他是這限級別 走了大概 4個月 他要完成這上飄旗 然後你覺得 人家這次不一樣 他會突破 他會上去 那如果你有這麼自視甚高的理想的話 那可以 但是 如果是我的話 我在做金牌的話 我就做一個短 短操作啦 可能短操作 可能今天收盤 可能剛好看到 可能就會進個幾張 然後拉出去 可能就慢慢分平賣 最後如果打到我的成本 或是說跌破三次曲線 直接閃人 直接二話不說 就閃人 那你可以這樣反覆操作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撞到錢 因為 也不確定他有沒有走完 而且 通常好像會走七波啦 這個我不太確定 他應該已經走超過七波了 對 就這樣吧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吧 做總共13檔 呃 總共38啦 總共38 那 要去休息了 大家明天見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按照片 您先走了 我 bios bench